一个颜值控,我是一个颜色控,所以呢,首先要看的就是它的整体的外观和它的颜色 已经入了我的这个菜篮子了,那先来看一下细节吧 整体的就是还是经典的一个双肾,但是呢,更有立体感 为什么?它采用了一个零格的一个新型的格栅,所以呢,看起来非常有立体感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LED灯是非常经典的了 这儿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通气孔,这个呢,是为了给这个刹车盘 这个降温的,这个叫,也运用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原理 那来看看它的侧面,侧身呢,就非常的一个前低趴的一个感觉 腰线是上扬的,所以呢,看起来就非常年轻 改款后的宝马X2,车长4379毫米,轴距为2670毫米,整体偏紧凑 对于日常驾驶时,穿梭于市区的左右便道 你都能感觉得到宝马X2短小金焊车身所带来的灵活灵巧之感 当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儿 咱们的C柱呢,这儿有一个像经典致近的,但是也是BMW里面呢 可能是第一次用的一个,在这儿设了一个logo装饰 再来看看花瓣式的轮毂的轮毂这个造型 另外呢,它是19寸的,应该是防爆轮胎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运动感的 再来看看尾部 咱们的尾部呢,看起来是非常豪华的一种感觉 来看看我们的标识 X-Drive 25i 这是我们的这个车型 那它整体呢,就是非常的一个很有运动和紧凑感的一种感觉 如果说内饰的话,它就是一个经典的宝马车的一个内饰的一个风格 造型都差不多的 那整体呢,像驾驶员这边有一所倾斜 然后呢,这个抛筒式的这么一个机械式的一个仪表盘 然后呢,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中控屏 三幅式的这个方向盘 但是呢,我觉得它哪一点很好了,我很喜欢呢 就是它的在这个座椅颜色的搭配上 您看我这是一个棕色的一个仿皮的一个座椅 然后呢,加上一个橙色的缝线 当然我也是色控 所以说呢,我放了一个橙色的杯子在这里 另外呢,在这呢,也是一个蜂窝式的一个铝式的一个装饰板 所以呢,看起来也有一点冷淡风 所以特别适合年轻人的一个调性 那另外呢,我想说的就是它的这个挡把 鞠腿式的挡把,这个也是很经典的 另外呢,所有的车型里面 现在的这个Drive的一个XDrive的一个操作系统 在这非常显荡次的 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六色的氛围灯 这个是很有仪式感 也非常让年轻人特别喜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哈曼卡顿的印象 此外,作为宝马的UKL平台的个性化车型 搭载了第六代iGEM人机交互系统 支持CarPlay以及CarLife BMW云灯互联APP作为智能出行助手 智能配置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 那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悬浮式的中控屏 那在这个上面呢,我要说的就是它的智能方面的 智能互联方面的 那基本上呢,我觉得是在这个 我们的年轻人想要的一些基本配置 它都能达到了 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第六代XDrive系统 这个用起来是非常好使的 我也是宝马车主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特别爱的一个东西 动力方面,搭载全新升级的宝马B系列2.0T发动机 与此同时,创新的BMW X2 XJ5车型 搭载了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最大马力192匹 峰值扭矩280牛米 带来强劲动力与平顺的换挡体验 另外,BMW XJ5智能全轮驱动系统 与动态稳定控制系统相配合 能够迅捷地在车桥间分配驱动力 无论高速驾驶还是恶劣天气 始终确保了车辆的稳定 颜值,颜色,类似,以及它的动力配置 都入了我的篮子 它就是为像我这样的年轻时尚个性的消费者打造的 那我已经把它装进我的菜篮子了 当然了,如果说它的这个配置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我们年轻人来讲 也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应该是够用了 那如果是你想入手一辆豪华品牌的 这个叫入门级车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